谢可哈过33岁生日 哈曼丹并未送上祝福 夫妻关系扑朔迷离 迪拜是个纸醉金迷的世界 土豪遍地有钱任性 为王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尤其女眷们更是被养在深宫中 平时根本没有机会亮相 甚至大家都不知道谢可哈的庐山真面目 谢可哈王妃出身高贵 是贺德王妃的外甥女 五年前顺利嫁入王室 如今迪拜王楚妃迎来33岁生日 但是王室却没有公开举行庆生宴 哈曼丹也没有送上祝福 哈曼丹被誉为全球最帅王子 想要嫁给他的女人 能绕地球好几拳 但是最终还是选择接受政治联姻 毕竟哈曼丹身上有继位的压力 只有谢可哈能助自己一地之力 其实谢可哈跟哈曼丹早就订婚了 但是由于拉希德王子介入 最终两人又退婚 之后拉希德意外过世 王室又想肥水不留外人田 促成他和哈曼丹的婚事 迪拜王室以保守著称 婚前就闹腾得这么凶 即使成了夫妻也难免有隔阂 虽然两人结婚已经好几年 但是哈曼丹就没有给谢可哈庆祝过生日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谢可哈虽然是身份刀贵的太子妃 但是似乎不如二王妃受宠 只能通过科技手段生下嫡子 根据外媒爆料 谢可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主动跟丈夫是好 甚至对外宣称要生二代 迪拜王室妃的娘家也参与其中 给哈曼丹王子施压 要求重视谢可哈母子 如今看来只是表面上有效果 实则有种拔苗助长的感觉 夫妻关系反倒更加离奇 哈曼丹是个潇洒的王子 喜欢极限运动和赛车 被誉为全球顶尖钻石王劳武 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当然不想被婚姻束缚 但是未来继位却要依靠外戚的力量 因此哈曼丹的内心状态摇摆不低 即使他们是青梅竹马 但是哈曼丹还是不愿意接受政治联姻 因此跟谢可哈始终有隔阂 如今正宫娘家支持出手施压 甚至贺德王妃也在当说客 反倒对哈曼丹起到了反作用 反开哈曼丹的社交平台就会发现 之前经常晒龙凤台 如今二王妃母子却惨遭血藏 哈曼丹作为一国的王储 居然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 真是华天下之打击 既然无法把怒火发泄出来 索性不给谢可哈送生日祝福 夫妻关系再次经历讨厌 事实证明 哈曼丹显然更加喜欢二王妃 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 不给谢可哈应该有的体验 只能说欲速则不达 谢可哈实在太新奇了 如果继续闹筒下去 哈曼丹会对他彻底失去兴趣 手心手背都是肉 外戚居然要求哈曼丹血藏龙凤台 这步棋真是走得太烂 谢可哈前脚刚刚进门 后脚二王妃就嫁给哈曼丹 并且还抢先生下龙凤台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明明不相爱的两个人 硬生生被王室凑在一起 真是又难受又无力 哈曼丹甚至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